又大家好 我是Json 歡迎收聽相機王的Podcast 第六集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聊的主題是 在購買相機前你應該要做一些什麼樣的準備 這一集的內容主要是針對新手 如果你可能想要購買相機 但你現在可能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你可以把我們這一集當作一個工具 就是讓你在購買前我們有幾個步驟 你可以參考這個步驟 或許可以幫助你選到你喜歡的相機也不一定 那我們直接進行到我們的主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先設定你的預算跟你有什麼樣的需求 這個預算跟需求可能就是 你先想想看你針對相機有分一般的消費型 就是那種比較小的類似像RS100 或者是Canada G7S這個系列 都是比較像卡片機大小的 那是比較輕便的需求 或是說你是有需要用到可換鏡頭的相機 不管是單眼相機也好 或是比較新的無反相機也好 那這也會影響到你要購買的預算 那假設我們以這個一般的消費型相機來講的話呢 可能最常見的就是RS100 那RS100現在有5代6代7代都同時還有在販售 那如果是以5代來講呢 現在它的價格大概是在2萬多塊左右 那或者是說到7代 7代它現在有賣所謂套組的就是有包含它的這個麥克風支架 然後跟這個整組讓賣喔 那這樣是有賣到37980 所以這個預算就是要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是一般的你可能只是針對拍照來講 沒有針對錄影 那或許你可以考慮RS100N5 或是你要倍率稍微大一點 就是買N6它的倍率是比較大的 那N7的話就是在對焦方面有在更強化 就是對焦系統是相當於無反的高階的對焦系統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大概有一個想法 那G7S3它的預算大概是定在2萬塊上下 它也是針對一般的使用者 然後你可能就是針對比如說Vlog 一般Vlog的拍攝 那拍影片也是沒有問題 它甚至可以做這個直接做線上直播 用那個YouTube Live線上直播 它有這樣的功能 也是現在目前消費機裡面 唯一有這樣功能的一台機器 那這是消費型的部分 那如果你今天可能考慮到可換鏡頭部分 那這個選擇就會更多元 而且它預算其實不見得會比較高 因為這種可換鏡頭的相機其實現在可以說是 尤其是在無反的部分 它可以說是整個相機市場的主流商品 所有的廠商都會針對這樣的機型 一定要去推出上中下各個不同規格的機型 例如如果你是可能最基本的預算 你可能只是想要一台可以拍照的相機 你沒有太多的錄影上面的需求 就是可以拍一個畫質比較好 然後可以跟你的手機可以有一個區隔 可以很明顯感覺出來 就是相機拍出來的效果會有很大的差別 那你可能可以考慮譬如說富士有一台 XA7 XA7 然後搭配15、45的這樣的組合鏡頭 KID鏡頭 那它的價格就真的蠻親民的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上我們的官網去做一個查詢 這個價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那如果你是拍照跟錄影規格 你都有一定的要求 那有一台Sony的A6400 它要搭配16、50的KID 它這也是一個比較針對輕便性 然後還不錯的選擇 但是因為它的預算是 你可能有把錄影規格也有要求把它拉進來 所以A6400它在整個規格上面整體是比較好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它的預算可能就要比XA7 富士SA7還要再多大概1萬多塊的預算 所以這個是你前面要先去思考的 就是說你是針對 你是要一般消費型的機型 然後再去想一下你的拍攝需求 有沒有需要可以更換鏡頭 如果要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再從這邊去做一個思考 那再接著 再接著下來 假設你是確定要購買的是可換鏡頭的機型 那再來就是你要選擇什麼樣的品牌 那不同的品牌它的特色也都會不太一樣 那也會吸引到一些不同的使用者 假設我們先從Sony開始說好了 那Sony的部分呢 它現在是在整個無反市場 它在不管是在感光元件的技術 還有規格 其實它是走在比較前面的 那它的價格呢 實際上它如果以這個 它的定價來講呢 除了目前除了A73 就是全片幅的A73跟ACC 它是對比其它品牌相對比較便宜的 那其它的同級機型啊 它的價格說實在話是稍高一些 比如說像剛剛講到的AE6400 就大概是一個比較性價比高的一個選擇 那再接著是說 你可能針對Sony的相機 我們就推薦 可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針對你要的規格 你可能要購買到什麼樣的機型 首先是針對對焦速度呢 我們就會建議你至少要選擇到AE6400以上的規格 AE6400以上就是 另外上去就是AE6600 再接著就是要從APS7切換到全片幅 那就是A73 然後A7C 那再上去可能就是 算是專業需求的 可能就是A7S3 然後A7R4 這樣子的規格就是 在對焦速度上面呢 都是非常快速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如果你是對 錄影規格有所要求 一樣你就是 也是要去看到AE6400以上的規格 主要是有什麼 S-Log AE6400以上的規格 它就會有S-Log 那如果你是要要求到 有S-Log以外呢 你還要有42210比特 這樣子的色彩深度 那你可能就要選擇A7S3 因為只有A7S3它是可以內錄 42210比特的這個色彩深度 再接著是看你有沒有要求 需要用到有機身防手震這樣的規格 機身防手震的話 最基本就要從AE6600開始起算 那個APS-C為一台有機身防震的 就是A6600 然後再接著上去就是變成全片幅了 就是A7S3 還有A7S3 A7R4 還有A7C 這些都是有機身防震的 再來就是整個Sony來講 它這個系統它的鏡頭的完整度 也是目前無反裡面 算是完整度最高的 因為它也是最早起頭的 所以鏡頭完整度也是Sony的強項 不管是原廠 原廠針對全片幅或是APS-C 其實它都有相對應的鏡頭 你要的焦段也幾乎都有 如果認真的來講是APS-C比較少 那全片幅是非常的齊全 那副廠的話 它也是有比如像Sigma 或者是Tameron Tokina 他們也都有幫Sony做 他們相對應的接環的鏡頭 可以去做選擇 所以它的鏡頭完整性 可以算是目前無反來講 是選擇最多的 那接著是 如果你看的是Canon這個品牌 那在價格上面 APS-C的部分 Canon的無反它是比較有優勢 那像Canon的話 它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怎麼樣 就是 它的人像 直出的這種色彩表現 人像的膚色是 蠻多人喜歡的 所以Canon的也算是一個招牌 就是色彩表現也一直是Canon 蠻多人會去重視的部分 通常也是希望你拍照 然後在顏色調控上面 可以比較簡單一點 也蠻多人會 第一台相機會選擇Canon 是因為它的人像色彩表現 接著是如果你對這個 對焦速度有一定的要求 你就可以考慮像Canon的 那個M50二代 或者是M6二代 這兩台的機型都是 因為它是二代機型 有用到新一代的處理器 所以它的對焦速度也都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說在目前的APS-C裡面 這兩台相機的對焦 都算是蠻快的 然後再來是錄影規格 錄影規格 如果你有所要求 可能你就必須要去買到 全片幅的部分 因為畢竟M50跟M62 它們並沒有內建C-LOG 沒有ROG檔可以去做使用 然後它的錄影 也就是基本的可以4K 30B 然後可以去做120P的高速錄影 但是它就沒有到可以拍ROG 或是說可以拍4、2、10bit的影片 如果你有需要ROG 你也需要4、2、10bit的影片 那你可能就要從Canon裡面 你可能就只能挑到EOS R以上 那EOS R這台相機它只有到C-LOG 如果你有要求到4、2、10bit的輸出 你就要買到EOS R5、R6 那這個它的價格在售價上面就會比較高 這通常是比較適合專業的使用者來做使用 那再一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再進一步要求到機身防震 如果你有要機身防震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只能購買到EOS R5跟R6了 只有R5跟R6它們是有機身防震 那EOS R跟RP它就沒有機身防震 它用的是電子防震 電子防震就是說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把畫面去做一些裁切 會犧牲掉你的一些畫面比較廣角的地方 那你變成說你在曲型上面 構圖上視角就會變得比較窄 這是會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如果你要有這種 就是有防震但是又不希望被裁切 那你就要去找到有光學防震 或是機身防震的機器 那大部分的鏡頭它也不是說 每一顆它都會有這個光學防震 它是會看這個鏡頭的類型 通常是可能它有特別強調它要 有需要防手震的焦段 比如說它是旅遊鏡的 就是它的焦段比較長的 或是比較長焦的 它會比較有機會放防震 總之你要購買鏡頭之前 你也可以特別留意一下這顆鏡頭 它本身有沒有內建防震 這也是一個重點 好那接著是它的鏡頭群 像現在CAN的部分它有分 單眼相機跟無反相機 那當然如果以單眼相機來講 它的鏡頭群就是非常的完整 這個完整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只是說現在大部分的人 它在購買第一台相機 通常會直接選擇無反的這個 比例是越來越高 所以大部分的人要買這個相機 可能會買無反 那如果說無反鏡頭的部分 CANON它現在只能說它的焦段選擇 會陸續的把它補齊 它並沒有到完全的焦段都跟Sony一樣那麼的健全 所以它現在可能就是說大三元 大小三元先把它補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定焦鏡也會慢慢補出來 目前定焦鏡最多人會考慮了 50它已經有做出來51.8 那高端的也有51.2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35 1.8 那再接著可能就是會再出可能 或許會有85 1.8 就是說會把這個鏡頭焦段再把它更健全 那之後在選擇上面會更好 好那接著是NICON的部分 那NICON這個品牌的特色呢 就是說通常它最吸引人的就是 這個品牌它很容易會跟性價比聯想在一起 就是同級的相機呢 它可能在規格上面它就是會比別人多一些 例如我可能這一次就是舉 NICON有一台叫Z50的 Z50它算是很有競爭力的一台相機 它不管是拍照或是錄影規格 它都是相當均衡的一個機型 它可以去錄120匹的高速錄影 它也是可以錄4K 30匹的影片 它有翻轉螢幕 它的對焦的能力呢 是跟NICON的Z6 是相同等級的 所以它的各個部分呢 都是中高階的規格 但是它的售價也是很有競爭能力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色彩科學 就是NICON在過去 單眼時代比較有人會說 就是說單眼時代的時候 那時候NICON 大家都會說買NICON就是要拍風景 這個已經不能是在 如果以現在來講 可能沒辦法再這樣說 因為其實這幾年下來 NICON它的色彩也是有很大的進步 那記得的是 如果你要針對對焦速度來選擇NICON的相機 我們就是直接推薦你可以選擇Z50以上的機型 那實際上無反相機 Z50就是NICON的無反裡面最入門的機型 但是它就已經是中階以上的規格了 那如果你是針對錄影規格來買呢 你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 因為NICON它針對錄影規格 它的分類是 較其他品牌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像 如果你需要ROG 你要有ROG檔的話 NICON它現在是全系列都 沒有辦法去使用機身內錄來錄ROG檔 它必須要去外接外錄機器 才能夠使用NICON的NROG 那包含你要錄製 比如說422 10bit的色彩深度 你也是一樣需要透過外錄機器 才能夠去錄到422 10bit 那如果你完全是用內錄呢 它最高就是可以錄 比如說Z62 如果你有買到Z62 它可以錄4K 60p的影片 但是它的色彩深度呢 是8bit不是10bit這樣子 好那接著是機身防震部分 機身防震部分 你可能就要考慮Z5以上 就是全片幅的部分 NICON的五反它是 全系列有機身防震的 是放在Z5全片幅的規格以上 Z5 Z6 Z7 全部都有機身防震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機身防震能力 所以在我們之前有做過一系列的測試影片 比如說是跟A73做比較 它其實也可以感覺出來 NICON的機身防震其實是相對穩定一些的 那接著是鏡頭的完整性呢 像NICON一樣跟Caner都是單眼齊家的 所以它的單眼鏡頭群 當然是一樣相當的完整 那五反鏡頭部分呢 目前NICON只有原廠的選擇 那焦段的選擇也是跟Caner一樣 是之後陸續會把它補齊 現在的話一樣是主要針對大小三圓 大小三圓是已經把它補齊了 然後再來就是針對定焦鏡它有1.8群 其實定焦群1.8部分是比Caner齊全 比如說它有21.8 241.8 351.8 51.8 51.8 851.8 這些都是已經可以直接買到的 那其他的焦段呢 可能比如說類似像微距鏡 或是說其他更長焦的定焦 可能要過一陣子才會把它補齊這樣子 或是更大光圈的選擇 都是可能要在日後的規劃 好那我們聽個音樂休息一下 好 就是 再來是如果你是針對富士這個品牌的話 富士這個品牌它的最大的亮點就是它直出的色彩表現 然後它的問題是說如果用同級來做比較 它對價速度可能會稍微落後前面三個品牌 但是富士它另外一個比較大的亮點就是它的復古外型 它的相機都是那種比較復古的造型 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其實也算是一個優勢 它可以當作是一個裝飾品或是一個藝術品這樣子 再來就是如果你對富士這個品牌有興趣 如果你又對對價速度有所要求 我們可能就會建議你至少要購買到富士的XT30 XT30 這個等級以上 再上去就是XS10還有XT3 XT4 它的對價速度都有一定的水準 再來是如果針對錄影規格也有所要求 那你就要可能就要去考量到 如果說你有需要到F-Log 那可能就是XT30 XT3 XS10 XT4 都是有直接內建F-Log的 並且它是XT3 XS10 XT4 這三台都可以直接去內錄到420 10bit 跟剛剛前面說的422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如果你有要求進一步要到422 10bit的深度呢 你一樣可以透過外錄機器來達到 不好意思剛剛講的太忘我突然忘了 其實富士最近新出了一台S14這台相機 那剛剛講到自動對焦的部分呢 其實X14跟XT30它應該算是同級的啦 那這次X14我就大概講一下它跟XT30會有什麼樣的區別 首先X14它的造型是比較像RF相機的造型 它是有別於XT30它是比較接近單眼相機的造型 它的特徵就是觀景窗呢 X13的觀景窗它是凸起的 那X14的觀景窗是平的 就比較像這個富士的X-Pro3 所以它的造型其實對某些人來講會覺得說它是 相對於這種單眼相機造型它是相對更輕便 再加上這次X14呢 它有了180度的可以上線的螢幕 所以它就非常適合你喜歡自拍 或是說喜歡拍Vlog的朋友來做使用 那它的拍照規格跟錄影規格 其實跟XT30可以幾乎說是相同的 那只是說X14它這次一樣是比較新的相機 所以它在濾鏡上面它就一樣多了一個經典底片的模式 可以去做拍攝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針對富士的話你對錄影有要求可能最基本就是要從 這個 全部都有所要求那可能XS10 它就是目前性價比很高的一個選擇 那XT30是已經出來一段時間的啦 如果說要以操控性來講可能還是XT30稍微好一些 但是XS10它多了這個可翻轉的螢幕 那雖然犧牲了一些操控性 但是它的整個核心是接近XT4的規格 應該這樣說啦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主要是針對拍照 你主要是針對拍照的話 可能XT3跟XS10我會比較推薦你考慮XT3 是因為它在整個機械轉盤的部分 它是會比較齊全的 那如果你是針對錄影的考量多一些呢 其實它就是犧牲了一些像XT3的機械轉盤 它變得比較像是以往過去單眼相機的那種操作方式 那它的兩者的這種軟體的差別 是XS10它有多了一個 就是所謂的經典體片的濾鏡效果 這個是在XT3上面沒有的 因為XS10它是剛新出來的相機 所以它有新的濾鏡下放在裡面 那其他的功能像比如說 可以內錄10比特啦 然後有F-Log這些都是XT3也有的 這是你要考慮的地方 那接著是機身防震 機身防震目前富士就只有兩台有 XS10跟XT4 這兩台相機 它是有富士唯一擁有機身防震的機型 那接著是鏡頭的選擇部分 富士它是相當完整的 因為它就只做APS-C這樣的一個規格 那再上去它沒有全片幅 它就只有做中片幅 所以在APS-C的部分它其實是花了蠻多心思在研發鏡頭的部分 它的鏡頭選擇不管是變焦或是定焦 選擇也都是相當的齊選 那大光圈現在有出到這個50F1.0的大光圈 那或者是你要標準1.4的選擇也有351.4 501.4 也都是不錯的 或者是你要對調速度快一點它有35F2 50F2 還有23F2 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接著是聊到N43 N43它的整個市場 因為可能像OLYMPUS最近已經 也不能說淡出市場 應該說N43這個市場 它可能市面上的現行款 它的規格 如果跟現在其他品牌的新機相比 其實在規格上都有 比較大幅度的落後了 但是它的特色還是在 如果你對輕便性有所考量 那N43它現在還是 針對輕便性算是 不錯的選擇 再來就是說它的整個 基本性能在對焦速度的部分 一直是它的老毛病 就是說 可能在跟現在的機型比 其實也都 還是會有一點點差別 我說的應該不能說 是在拍照的部分 應該是針對錄影的部分 錄影的部分它的 對焦速度 雖然說有一些更新檔之類的 但是如果跟現在現行其他品牌比起來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差別 那如果要去做推薦的話呢 可能Panasonic現在對焦速度 最基本會推薦到G95 如果是OLYMPUS 最基本會推薦到EM5三代 那錄影的規格呢 如果你有需要Log 那你可能就只能選擇 GH5這個機型 GH5 那那個如果是OLYMPUS 就是EM5三代以上的機型 才會有Log 那GH5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你要升級Log 它是需要用購買的方式 才有辦法去做升級 所以它是另購的部分 然後如果你有需要機身防震 其實這個是OLYMPUS的強項 OLYMPUS基本上只要有機身防震的機型 它的防震效果都會相當不錯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最基本就從EM13代 或是Panasonic的G95 EM13代是OLYMPUS 然後Panasonic的G95 這是你要機身防震 可能會建議的基本考量 那鏡頭的選擇性M43 它也是相當的完整 就不管是定焦變焦 它都相當的齊全 而且它是有兩家可以共用 Panasonic的鏡頭OLYMPUS可以用 OLYMPUS的鏡頭 Panasonic可以用 它是共用的 好接著是Panasonic有出全片幅 所以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Panasonic的全片幅 如果你是針對全片幅相機 你又需要一台拍照 錄影規格都相當全面的機型 但是你可能在預算上面 又有一些限制 那或許Panasonic有一台S5 S5可能是你可以考慮的清單之一 因為它的對焦速度 是目前比較新的對焦系統 是Panasonic針對相機 它是用比較新的處理器 所以它的對焦速度 其實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然後錄影規格 它也是直接內建的V-LOG 然後剛剛前面講到的 422 10bit 它也是可以直接做到內錄的部分 然後機身的防震S5 它也是有機身防震 然後它也是Panasonic的 全片幅相機裡面 目前最輕便的機型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你如果說 你想要買到全片幅 但是你可能預算 可能沒有辦法到 比如說Sony A7 S3 然後你可能要錄4K影片 你可能又擔心 可能買到R5 R6 可能會有過熱的問題 那其實Panasonic 它是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那S5它可能就會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關於Panasonic S系列的全幅相機 它的鏡頭群 其實也是算是接近完整的 它的大小三圓 其實也都有了 都可以選的 然後這個定焦鏡的部分 有24 1.8跟35 1.8這兩顆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51.8 還有一個51.4 所以其實你常用的85 1.8也都有了 所以靜電焦群也算是幾乎都蠻健全的 那再加上說這個 這個Panasonic的S系列 它其實是這個L-Mount卡口 L-Mount卡口它其實是跟那個 萊卡還有Sigma 就是加上Panasonic 它們三家呢 就變成一個聯盟 然後去做這個 共同去研發這個鏡頭卡口的鏡頭 那Sigma呢 它本來就是在針對 這個單眼市場的全片幅啊 鏡頭本來就已經有很多選擇 那它這次就加入了這個L-卡口 所以說Panasonic的全片幅系 它的鏡頭選擇也是蠻多樣化的 你除了原廠可以選 副廠你就可以直接選Sigma 那萊卡的部分呢 因為它的鏡頭就真的造價都比較高 那它主要是萊卡它自己 現在有在出它自己全片幅的無反相機 它也是做L-卡口 所以它的這些鏡頭呢 其實就是大家都 這三家都可以共用 那萊卡的鏡頭是比較貴 那有興趣的朋友 你就可以自己上網去做參考 再接下來就是說 你對這些品牌 都有一定的了解 認識之後呢 再接著你可能就是要看 你要的規格 來挑選你要的機型 那你要怎麼樣去看規格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 就是要先選對感光元件 感光元件越大 這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參考 我們之前YouTube上面有 有拍的影片是針對 感光元件尺寸不同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你可以去參考 感光元件越大呢 原則上它的這個畫面品質 就會相對的比較好 那感光元件 所以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是要有一定的畫質水平 那你可能我就會建議從 以現在來講 可能會建議從APS-C 這個等級來做選擇 那如果有更高的要求 就要去看全片幅 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一些裁切的需求 通常就會要求畫素要高一些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使用者呢 可能你可以買APS-C或是全片幅 大概平均是2000段畫素的規格 那如果你有比較大量的裁切需求 比如說你是商業攝影 或者你常常會去 反正動不動就是要去做裁切動作 那你可能就是選3000萬以上的規格 再接著就是前面講到的 機身防震你要特別去想一下 有沒有需要用到機身防震 那有機身防震的機型呢 它的價格也會比 沒有機身防震的價格 在定價稍微高一些 這也是你要去考量的地方 再來就是錄影規格 你在錄影的部分 你有沒有需要錄到4K 60P的等級 或是會不會用到高速錄影 會去用到120P的升格 因為如果你用到這個120P去做慢動作呢 那你就要去看這個機型裡面 它有沒有支援到 有些機型它是可以錄4K 30P 但它不見得有放到高速錄影 這是你要去稍微進一步做功課的地方 那如果你有錄影需求 你有沒有需要外接麥克風呢 這也是你要去考量的地方 也不是每一台相機 它都有內建3.5的接口 可以讓你外接麥克風 或者是你有沒有需要翻轉螢幕 這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要當一個 這個YouTuber 或是說你要自拍拍Vlog 那這個翻轉螢幕有跟沒有 它是有一定差別的 如果你今天有翻轉螢幕 你在整個構圖取景上面呢 是相當的方便的 這也是要去考量的部分 那當這些你都功課 你都做得差不多了 在最後呢 就是可能你可以 針對這些 你看好的 這個規格呢 重點再去網路上呢 去搜尋做一些功課做確認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要要求這個 比較這個相機的感光度表現 感光度表現呢 那我可能就會推薦你 去搜尋一個外國網站 它叫DPreview 它是DPREVIEW D-P-R-E-V-R-E-W 這個網站呢 你可以上去 然後你比如說你可以在Google 打關鍵字 DPreview 然後ISO Test 那你可能就可以從它這個 裡面有一個網頁呢 它是可以針對各種機型 去比較它的ISO表現 你可以同時去看ISO6400的表現 然後去選擇不同的機型 甚至不同的片幅 你都可以把它拉出來做比較 那你可能就會對這個機型 它的感光度表現呢 有一定的認識 那可能你對夜拍比較要求的朋友 或是低光拍攝比較要求的朋友 這邊蠻建議大家去看的 那如果你要看性能表現呢 其實應該就不用我特別講 你就在YouTube上面 打一下這個 相機的機型的關鍵字 那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些 蠻多比較的 比如說不管是針對 對焦速度啊 或是針對這個 防震的表現啊 這個都可以在網路上可以查得到 可以讓你進一步去了解 你要的這個機型 會不會雷到 會不會達不到你的要求 這現在其實真的蠻方便的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如果你要看規格的比較 規格的比較就是說 可能你可能幾台相機在比 然後你可能想要 就是去看它有沒有一些比較大的差別 那這個我們以台灣的網站來講 我會比較推薦的是 Mobile01這個網站 因為Mobile01其實他們 都一直有固定在更新 針對新的機型就會更新 這個新的評測 那他們的評測呢 都是有固定的條列式 所以不管你是要比較的是 相機或是鏡頭 畫質表現 甚至剛前面講的感光度表現 你可以在各個頁面去找到它 這個固定的測試 它標準應該 當然它可能標準 不敢保證它一定是用一樣的條件 但是基本上就是它也算是比較多人在看的 那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參考 就是說你在做這個 在做選擇相機的時候 這幾個網站 是可能你可以拿來做功課的地方 那當然這些數據 這些東西你都先把它當作參考 那當你這些都做完之後 你可能還是有一些疑問 在接下來可能你就會想到說 是不是台灣有沒有一些 有展示機的地方 可以讓我去先試玩看看 這樣我可能更能夠確定說 我到底要買哪一台相機 那事實上台灣 有放展示機的相機店 或者是門市 其實並沒有很多 那這邊就推薦幾個大家去參考 但是其實有展示機 它可能也沒辦法保證說 你想要的機型 它就絕對是在那個地方 可以讓你試得到 因為畢竟很多機型 它可能比較熱門 可能它就沒辦法放展示機 所以這種東西 其實它也是要碰運氣的 那如果真的要 非得要去碰碰運氣的話 我可能就會建議你 可能第一個先往 這個台北市的光華商場 三創 三創的三樓 那邊有各品 各品牌的代理商 它在那邊直接有設置音門市 所以那邊可以算是 整個台北市 最有機會玩到 各個品牌相機 可能在一個地方 就可以玩到機會最大的地方 那再接著是 可能就是星光三越裡面的法雅客 法雅客它的部分門市 它可能也是可以讓你有展示機可以試玩 不過這個我可能沒辦法保證是因為 就我了解應該是 已經不是所有的門市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有想要去試玩的話 可能要去之前最好先撥個電話去 確認一下是否還有這樣的測試的服務 那老實說其實台灣的相機店 其實並沒有 大部分都是沒有提供展示 主要是因為 這個提供展示機 它後面會延伸蠻多問題的 比如說今天開始有展示機之後 其實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高了 這個店家的成本 所以它可能就也會反 反應在這個售價上或是怎麼樣 那這個其實如果說 應該說就好比說你要買機車 那你可能現在只有狗狗羅 你可能可以去預約試乘 就直營門市 但是如果你去那個機車行 你去找機車行老闆 通常機車行老闆 他絕對是沒辦法讓你試乘 他頂多就就規格幫你做介紹 所以很多時候是需要靠自己去做功課 這當然也是可能大家會比較困擾的地方 不過這個可能要克服目前 以線控來點還是比較困難 好 那最後就是說 你可能也都有去試用過 或是沒有試用過 總之你在做完功課之後 你還有一些疑問 那你需要有人可以幫你解答 那我們就有幾個管道 可以讓你去做詢問 第一個你可以加入我們 相機網的官方LINE 那它的ID是 小老鼠BIGCANERA底線TW 那如果你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有任何有關於相機上或是使用上的問題 你都可以在上面詢問 那我們在上班時間 可能就會有人 就是抽空來回覆你這樣子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到我們 這個相機網的FB專頁 我們總共有五個專頁 總共是四個門市 然後加上有一個品牌專頁 你也可以在上面用私訊來詢問我們 可能你在這個選擇相機上面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可能 總之你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在上面去做詢問 我們一樣是抽空來回覆你 那或者是比較直接的 就是如果剛好你就在我們這個門市附近 那你也可以直接就到我們的門市 由我們專人來幫你做服務 那就可以幫你 或許可以解決你的一些心中的疑問 這樣子 那今天節目的介紹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那希望我的這個 這個講解呢 可以幫助你 就是更進一步了解 如何選擇相機這件事情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